布丹液案揭有些什么重要条款要留意的呢 虽然说布丹液案揭到八年归佬才要还款 但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有机会会令申请人要提前还款的呢 布丹液案揭和物业液案揭的优势分别在哪里 比较之下做哪一个才比较好呢 大家好 我是不聊 这个课程是关于财务自由 投资理财和提早退休 今集的主题是 布丹液案揭的懒人包攻略 继之前出了一集关于物业液案揭的影片 有多位网友想不聊做多一集关于 布丹液案揭的内容 应大家所求 不聊今集将会带大家看一看 布丹液案揭的条款细则 和可能要注意的风险情况 有兴趣的话 记住由第一集开始看完所有的影片 全部精彩 我们现在开始吧 今集的内容将会分成五部分 第一 布丹液案揭的简单运作原理 第二 布丹液案揭适合哪一类人呢 第三 布丹液案揭的重要条款 第四 布丹液案揭的潜在风险 第五 布丹液案揭和物业液案揭的简单比较 由于液案揭 现时有物业液案和保单液案 我影片里面所说的液案揭 都是指保单液案揭 另外 由于保单液案揭网站所说的液案揭 每月派出的钱都叫做年金 我在这里都会继续叫做年金 请不要与政府年金里面的年金混淆 面责声明 本影片只作学术分享 并非任何投资建议 由于布丹液案揭 而且也不方便打完电话之后没帮衬 所以布丹液所说的内容 只是以自己能力范围所理解尽力解读 内容也可能有错误的地方 各位网友记住在申请之前 自电HKMC推出三宝查询热线 查询清楚 和细心考虑之后再作决定 第一部分 保单液案揭击简单运作原理 我们先看看 官方之前所制作的影片 大約两分钟 提供一个自制强量的选择 利用他们的人寿保单作为抵押 向贷款机构申请保单液案贷款 根据保单的新股赔偿价值 借款人的年龄 性别 以及收取每月年金的年期等等 计算出每月年金的金额 收取每月年金的年期有不同的选择 最长可以选择终身 而更重要的是 借款人在有生之年 无需还款 借款人可以选择十年 十五年或二十年的固定年期 甚至选择终身每月收取年金 自制强量,直到百年归老 一世不用玩? 哪有那么好处的? 一般情况下 即使每月年金年期戒满 又或者提取的一筆过贷款金额 已经到达上限 借款人在有生之年 仍然无需还款 直至借款人的人寿保单到期 或者借款人百年归老后 保单液案贷款 才会到期需要上还 到时,贷款机构将会动用 借款人人寿保单的新雇赔偿金额 用来全数上还保单液案贷款 全数还款后,如果出现余额 余额将会退还给遗产代理人 但如果出现资不抵债 差额将会根据保单液案计划下的保险安排 由安证保险公司承担 那在计划生效之后 我的每月年金金额 会不会因为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减少呢? 放心 只要借款人选定年金年期 一径批核 他们的长粮 即是每月年金金额 将会维持不变的 博士,你说了这么久 都没提过收费 是不是都应该讲解一下? 主要来说 借款人需要支付利息和按揭保费 一般情况下 借款人在有生之年都无需还款 另外,亦有相关的手续费 但可以加借入保单液案贷款 这个计划非常吸引 让我立即去申请 来到第二部分 保单液案揭适合哪一类人呢? 液案揭适合 第一,有一份公园的人受保单 但是就没有太多的现金流作退休之用 第二,没有子女 或者已经没有亲人需要自己死后的保险赔偿金 或者已经和有关的亲人沟通好 将保单液案作为退休之用 第三,原有的受益人 例如老婆或者老公已经去世 又担心退保后不懂得投资 第四,配合长者生活津贴的申请 长生津入息部分 对保单液案揭的年金收入是豁免的 第五,在未到65岁可以拿到长生津之前 即是向55到64岁又提早打造现金流的考虑 第三部分,保单液案揭的重要条款 这里只会说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各位可以去到他的网站详细阅读 第一,借款人必需 是55岁或者以上 并且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证 以及现在没有破产 或者涉及破产情情 或者受个人资源安排所规限 第二,在一般的情况下 你的受益保单必须 由你作为受益保单的持有人和受保人 又获授权向香港经营人受保险的业务公司 所发出 用港元或者美金作计算单位 不涉及任何的投资成分 例如受香港证券 及期负监察事务委员会规管的 投资相连受益计划 已经完全缴清保费 没有受保单抵押 或者更改受益人限制 另外,你的受益保单受益人 必须是你本人或者你的遗产代理人 第三,所有以抵押 及而以抵押的受益保单 合共可以作计算年金的新雇赔偿重压 日略以1500万港元为上限 第四,你可以选择在固定的年金期内 10年、15年或者20年 或者终身每月收取年金 直至你的受益保单到期为止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申请一筆过的贷款 以满足个人需要 举例,假设一位65岁男性的长者 拥有一份已经供原的受益保单 他的新雇赔偿额是200万 选择定息和终身年金 每个月就可以收到3498元 一筆过贷款的申请情况 例如,支付医疗开支 和支付物业的家居改善 维修和保养工程开支等 一筆过贷款金额的上限 是保单议案揭贷款年金价值的九成 第五,在一般的情况下 你可以终身无需还款 除非你的保单议案贷款 在特定的情况下被终止 反过来说 即是有些情况会被终止 有机会在八年归佬之前 出现被要求提前还款的风险 那有什么风险呢 第四部分 保单议案揭贷的潜在风险 第一,与保单原有受益人的利益和关系 不料认为申请保单议案揭之前 一定要先与保单的原有受益人 例如你的老婆或者子女沟通清楚 因为如果他们不知情的话 有机会会因为你做了保单议案揭之后 令到他们的财务安排有失预算 导致家责不和 第二,通胀风险 另外,与退休三保其他两保的情况类似 由于保单议案的年金是定压法方 同样是需要面对通胀风险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在八年季度之前清还财款的风险 这个是最大的风险 就是到时有可能失去每个月的年金 在他网站有一份叫重要通知的文件 一定要细心阅读 在文件里面有两大项分别称为暂停事件和到期事件 暂停事件是指 如果你没有在财款机构要求的指定时间之内 交财款机构要求的任何声明 或者违反于财款机构定立的任何财款文件 每一项均为暂停事件 而且未能够在三个月内 纠正有关可能被纠正的暂停事件 你的财款机构将有权停止 继续向你置付每个月的年金 和一不顾的财款 到期事件是指借款人离世 或者借款人离世前的到期事件 例如受险保单期满 你的财款机构有权中止你的保单议案财款 下列的事件发生将构成暂停事件 A 你未能向财款机构提供已签署的年度声明 或者财款机构不时要求的其他相关声明 B 你违反相关的财款协议书 或者任何法律相关文件之下的任何责任 或者就报单议案揭财款 向财款机构提供任何不正确或者具误度性的资料 风险是 假如你突然长期住院而无法交回声明 就可能会触发 网站里面有一份关于持久授权书的小冊子 要问清楚HKMC这些情况或者找个代理人以防万一 到期事件有以下这些 A 你已经离世 B 你被裁定破产 或者受个人志愿安排所规限 所以往后的生活一定要小心理财 例如避免代入电话骗案 不小心赚卡数或者高利财 或者因为入市院而不够钱给而破产等 C 如果暂停事件有可能被纠正 而你未能够在暂停事件发生之后的6个月内将其纠正 D 发生一项无法被纠正的暂停事件 所以要按时交声明和遵守协议书里面的责任 2 你的受险保单已经期满 被终止 无效 失效 或者不具法律效力 情况是 有些受险保单只是补到某个税数 例如85或者99岁之旅 保单期满之后就会触发到期事件 F 你所投保受险保单的保险公司清盘 这个风险我们就难以控制到了 第五部分 保单易按揭和物业易按揭的简单比较 第一 风险事件的比较 保单易按揭比起物业易按揭的暂停事件和到期事件少得多 而且比较容易防止那些风险的发生 例如没有物业易按揭的大厦维修或者强拍重建的问题 另外 由于保单易按揭最大的风险 只是保单转让以还款和停止连金发放 就不像物业易按揭会收了你层自住楼 搞到你没有地方住的后续问题 所以保单易按揭相对风险较小和稳定性较高 第二 年金比较 假设60岁的男士退休 比较退休三保的年金收入 500万保押的售险做保单易按揭 500万的自住物业做物业易按揭 和500万的现金做政府年金 三种情况比较 用定式和终身年金做计算 用来得出 保单易按揭 每个月的年金是6675元 物业易按揭 每个月的年金是11000元 而政府年金 每个月的年金是25500元 物业易按揭的优势在于 你可以继续住在那家物业 值到百年归老 甚至能够申请出租那个物业 打造两份收入 保单易按揭的年金是最少的 但是胜在它以保单的保额作计算 也就是 矫交的总保费不是500万 参考坊间的资料 可能保费只需要150万到250万 在顾及去世之后 给家人保障的同时 自己在再世的时间 也会有一份收入 假如不了在退休的时候 同时拥有公园的售险和物业的情况 我会怎样去处理呢 如果大家相信 长远通胀是会持续下去 现金的购买力会持续减少 而物业的价值会长远上升的话 保单的赔偿保额的实际购买力 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低 我自己就会先做保单议案揭 等合适的时机才会做物业议案揭 原因是 先以现时较高现金的购买力 提现将来将会贬值的保单保额 将来才提现未来升值的物业价值 或者等楼市较高估值的时候 才做物业议案揭会比较化算 无论如何 记住退休三保的优势 是配合长者生活津贴的申请 一定要一起考虑 总结 简而言之 在申请保单议案揭之后 要处理好无法亲身处理声明的安排 好好理财 不要代入任何的暂停事件和到期事件 或者任何会导致你在在世的时候 年金停止发放的情况 今集就到这里 记住给个like 留言和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